100凶八年都政客主帖保条方案 总体100凶八年7月22号到8月30号修理心情 今年都中心开门丹心情连跟婚友家庭组金保贴 并且他够在9月修理心情 有所爱的乡亲会等到中华馆政府港部处建造港联科恰顺 别让自己的观察睡起啰 现在房间的情况并不是每个人可以扶担的去 为了帮助丹心情连吹了一间适合自己的厨 中华馆政府用中央建筑到三行保贴 第一是资金保贴 打好第五位上官保贴三千块 保贴期间是一年 总共有1560个名额 另外就是买出台券保贴 以及收理台券保贴 这两行都是台券理学的保贴 另外今年都七万丹心情连跟婚友家庭资金保贴 对上是20回到40回期间 没有自由主帖丹心情连 华馨两年以来新婚 华馨是有亚未成年主日的家庭都应该办理申请 既然既然有听到我们的乌客官僚 跟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在做欢迎 所以今年呢 我们政府很積極给我们买正宝来申请 相关的这个保责 包括有1560户 每个月的资金3千块的这个名页 那今年我们有一个这个利息的补贴 那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标准 那利息补贴我们有这个174户 以及呢210万元的贷款 是这个利息的补贴 另外也有房子的这个修缮 那最高额度到80万元 有44个名额 那这个部分为我们下礼拜一 7月22号我们来这个开放一直到过去30元可以来申请这个保责 那今年呢我们也来事办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住屋的一个补贴 那你还是年轻人平均所得在30,970元以下 那你就具有这个资格 那这次呢终于有663名额 那一户补贴是2600元的住屋的补贴 另外呢也要鼓励说我们结婚 这两年里面有结婚的这个朋友 那我们总共有313的这个名额 那这个名额也是保住你3000元的这个住屋 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人 还是说新婚的夫妻 你呢一开心的住屋不用担心负担太大 那政府给你部分的补贴 这次的主题保贴 民众卡是有做厨 买厨 那这些是修理厨需要贷款 都可以从申请书到相关文件准备就好 用处的那这些是到中华管建户港部厨建造工程科申请 以够在1999年里面开始博客 有任何问题可以向中华管建户港部厨建造工程科審問 博客是希望六十月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彩虹博德